郭文貴報告 人家怎麼看我們台灣有沒有比照烏克蘭的 我覺得都不重要我們台灣自己就我們的一個中華民國國家的領土我們要把它給守護好 人家怎麼比喻現在有很多不管是學者專家有很多人討論吧 國防部傳不參與一切原因在哪裡因為我們很清楚自己國家自己來解決一些問題 至於你剛講的軍售這個無意他沒有在軍售裡面 因為我們也知道有些軍售有武器裝備延宕了 他可能會把現貨或者以其他替代方式來先做一個救急或彌補 這個沒有在軍購裡面 你譬如說哪種武器還沒有來 他可能先把模擬器或有關的彈種就先送過來 這叫他以現貨來做一個取代 比照大家這個加碼的就要稱之為加碼好了 只要在這五億美元以內的他都做一個這種提供 是這個用意 好吧他不是軍購愛 不是為了軍購而怎麼樣 可能就有點彌補的作用 但沒有算在軍購的這個下無語言 要給台灣什麼 就這樣 那個就想說他的五億軍人不是給錢 也不想我們軍購當初多少錢 這就包含了五億 就來彌補了 不是因為我們知道他有點嚴蕩的 他就以他現貨 在價格概等的來先提供給我們 而這個價格他沒有扣除軍 比如說軍這個錢算裡面 他以現貨來彌補一點 就扣掉給這個錢 沒有 這是額外的 這是額外的 這樣講的話我想可以了解吧 我想拿一個美方有訴訟 傳出說要炸毀台幾天 現在我們這部防衛保護重要的目標 任何人講要炸我們國家任何樣的設施 不管是保護 那已經預約了我們防衛的規範 你預約這個規範 我們當守租有責 守護國家人民 或者任何物資 戰略資源 這本來是一個責任 所以哪一個講是要炸這個 炸這個 我們國軍怎麼會容 怎麼會容許這種狀況呢 我想問一下就是現役的這個軍人 有已經退場的提前 軍人退場有大概四千多人 撞到新高了 那部長怎麼看 就加上我們少子話 這樣國軍會怎麼應用呢 呃 退場機制 大家要求出來的 但後來我們也當然也做調查 他問你們要退場 大部分都是生涯規劃 我想每個年輕人他有他的看法 他有他的想法 但國軍絕對不會去做假說 硬把他改變過來 因為他本身沒有這個意願的話 我勉強不得的 現在這個狀況會越來越嚴重緣故 因為年輕人他的想法越來越 有他自己的這種看法 我們不會去寓一個強制 那對於好像未來講 人員不夠少子話 這大家都看到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我們要很 很強化的來做招募 甚至於將來 我們不完全依賴 一年起的義無異 但最起碼 也可以來做一些迷筆 只要專長符合 他覺得在軍中待一年 覺得還不錯 他可以這樣留下來 這都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 市長那想問一下 就是對岸的這個無人 結果進到我們裡頭 我們會視為第一級 那是怎樣 直接把他打下來 這當時有有講過了 我們有一個範圍嘛 你家的庭院怎麼樣 人家家一再過去 你會做什麼反應 對不對 你當了就回覆主權 不要太愉悅了 所以我們當時有這個 講得很清楚 任何航空機航海器 不管有人無人 他如果實體 我們一定要處理方法 處理方法我們有規定 不是講部長講句話 不會 謝謝大家 市長 市長 您先給您請教 市長 原本是說延後兩年 現在是說延後一年 就是延後一年 對 他這個 他今年 今年的確延到 今天本來要交的 還是今年沒有辦法 但我們國軍建案 建案的話 我們有很多備案 按照以往多年來的經驗 有了一個建案不能夠完全 照我們所想像的 當然我們要克服這些外來的因素 那目前啊 這些泥案都在我們掌握之內 那另外呢我們也要求美方啊 我們多方面要把這個 做一個彌補 彌補的方法 不管是他把這個 料件 零附件 F16零附件 給我們優先提供 還有我們自己啊 把這個妥占力要提升 另外他對於落馬公司啊 因為他這個民間的嘛 他的美方的官方又出面 要求而且要他做一個適當的處理 那多方面管道啊 同步在進行 我們把這個可能造成的這個傷害啊 降到最低 但到目前為止啊 可以跟各位報告的整體來講 在115年之前啊 能夠一樣啊 全數獲得 啊但我們不以這為 啊就就就就就讓他這樣延宕了 我們都實際在努力 很多管道 不管從外交的 從我們跟AIT 還有我們自己啊 美團等等 都在做一個努力 好不好 都會跟您說明 有別人自己是沒有違約條款 就是說 我們的錢還是要照顧嗎 那等於說美方的政府去 不是這樣子啊 他因為我們跟他是 跟政府之間的一個契約 他我們不講說直接對到這個商人 對商人的話 對民間廠商我們要給他罰款幹嘛 那政府之間契約沒有這個所謂罰款的問題 但大家都要很努力的 因為這是一個責任 一個信譽的問題嘛 對美方政府我們沒有 這個企業通常軍售 沒有對政府做什麼罰款的 但假如我們對他民間的這種 啊廠商就跟我們跟商人採購 如果說你延宕了 那他有違約金 啊這個 那周圍議長麥卡錫說 他這個蔡總的規模完之後 他會說確保台灣的軍售順暢 所以你覺得未來台灣 美國對台軍售可能可以嗎 我想任何國家對我們有利的話 不管是武器裝備啊 或者是形式交換 只要有利我們都樂見 那將來是會更加順暢 我們當然是期望 但我們家禁止不動 完全靠人家來做 我覺得啊 支柱 我想沒有一個國家會 贊成我們這種做法 大家持續努力吧 因為剛剛提到說 因為對美這些現在軍售是有檢方部分 那國防部的報告有提到說 我們要跟美方洽詢 某幫助能供售 類同裝備這個部分 我們是有什麼裝備 可能目前還沒 有一些裝備啊 武器裝備也好 研發了 或是採購了 有的意味整個環境的員工 可能會有的 我以前也多次有表達 的確有的 但我們家也很開具 特別的管道 持續跟它接觸 不管透過AIT 或我們駐美的人員 還有我們自己跟它 不管有定期的會議 多做表達 那類同的話 就不曉得 哪一類 你這個裝備 對我們有利 而且我們的確在用的 我們才能夠容納 我們沒有這種裝備 他把任何樣的裝備 我們常常沒有的 拿過來 這個是不太合理的 我所謂類同就是 一定跟以前我們原本 用的武器裝備有關的 才叫類同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謝謝大家